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讲投入产出笔的东西 不是说我付出了多少 对方就一定要回报给我多少 爱是一种很美好的意象 有的时候可能两个人一方付出的特别特别多 但是可能过了很多年以后他们两个还是分开了 难道你去问另一方讨说你把那些还给我吗 他怎么还给你啊 没办法还给你 你其实满足了你自己内心的感受 即使像你说的一样 你说我都是为了他 我为了他 在你为了他的这个过程 你自己感悟到的是生活的幸福感 是内心自己的一种满足 你自己特别爽 但他都不知道呀 有的时候 这就像当年的那种物物交换 没有货币的时候 说我给你个地瓜 那你得给我一个土豆 我不想给你这个土豆 而且我也不想要你的这个地瓜 是你一厢情愿非得把这个地瓜给我跟我换 我不想换 所以他非常难受 他一睁眼睛他就觉得 哎呀这个男人 他每天告诉我为我付出那么多 所以我是欠他的 这是我的债主 我得还债啊 我想做这件事情 债主说了不能做 所以我就不能做 是这种心理状态吧 所以压力很大 你跟他交流的时候 比如说你今天不想让他出去玩 你就跟他说你今儿别出去了呗 你陪陪我呗 干嘛非得说 那天我为了你 我都没出去 所以今天你为了我 他不是一个等价的东西 我希望你们两个可以从这种 交换式的爱情 过渡到互助式的爱情 不要换 换不来的 就是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帮助你 你帮助我 我们一起好好的往前走 不要为了谁 是为了我们的明天 祝福你们 谢谢 我觉得留不住的人 始终是留不住的 对 你看一个是想要做自由的小鸟 想要飞 因为你的人生才刚开始 一个呢 我死活不让你飞 我哪怕做一个牢笼 做一个笼子也把你罩起来 没用 就是你所有的强人所难 所有的对他的管理 都是你自己在瞎想 他不想让你管 说白了 本质就在这儿 什么压力什么的 说到最后就是 你不想让他管 管太多了 而且你用这种叙叙叨叨的方式管我 是吧 你呢 为什么用叙叙叨叨的方式管他呢 因为你没别的办法 你觉得自己也不够出色 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够去长久的挽留住这样的一个姑娘 最后你就叙叨叨叨叨 你看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付出那么多 一个一个的牢笼 做成一个笼子 关不住他的 谈恋爱只看向结果 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恋爱这件事情其实过程是很美的 每一个当下是很美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为了在老实考虑我们未来结果要怎么样 所以反而放弃了我们当下的那种 很好的生活或很温暖的生活 你让他弄得压力很大 你自己也弄得很痛苦 你们现在这个恋爱没谈好 还谈什么结果呢 结果不是这么谈的 就每一个当下是最重要的 每一个当下最后组成了你们的人生 所以当下的美 可能才推向于你们的结果 结果这个东西 你说你去计划它 你也年纪也不是很大 比如说我吧 我现在都很难计划 五年之后的我是怎么样 时代发展太快了 你根本想不好的 每一年我们的事业都在发生变化 每一年我们的科技都在发生变化 每一年社会都在发生变化 他大学没毕业呢 你就已经计划好 跑到你那边来 你们俩在一个小单位里面 然后一起干活 那单位万一明年倒闭了呢 对吗 计划不好的 他飞走了 你还会有别的人 他飞到别的地方去 还会找到别的男生 但是你们曾经有过的那一年时间 现在这个当下是属于你们的 不好享受这个东西 老想着有的没的那些东西 有什么用呢 男生我真的要跟讲一下 就是共赢这个事 谈恋爱就是你开心的时候 我也开心 不管我是付出也好 你是获得也好 我付出付出的很开心 而不是我很痛心 这叫付出 这叫爱情里面的付出 所以你把你 我对你的付出是我的牺牲 你的获取 这就不是爱了 记住我这句话 学会用共赢思维去谈恋爱 你们这场恋爱参谈的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先说说男生 其实伸手要来的爱情不珍贵 要挟来的爱情不光彩 我不知道你心中 对这个女孩的爱有多深有多浓 但确实如你所说 你的方式和态度都有问题 所以造成了你今天如此被动 我们中国话还讲究留白 在你的所编织的这幅 爱的画卷里 你铺得太满了 满满当当的 没有给人喘气的机会 但是我们也说 这个文艺复兴以后 欧洲的绘画是铺满全纸的 人物都好像扑面而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艺术形式存在 因为双方都需要那样的激烈 所以我们看到你们之间的爱情 他想留白 你想铺满 核心问题是什么 还是爱的不对等 固然你的方式有问题 但其实爱的双方 这个天平不对等 也造成了你们今天的这个局面 姑娘刚才一直用 大篇幅的语言去形容 他给你带来的压力 固然压力存在 但是我觉得核心的问题 你别不爱听啊 我觉得你爱得很虚伪 因为你并不那么爱他 如果一个在浓烈的爱当中的女性 对方为自己做出了一点一滴 你不会说 哎呀你千万别说为我而做啊 你会心存感激 说你看我爱的这个男人 他为我做了什么 正因为你不够爱他 所以他付出越多 你越反感 你越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 回给他对等的感情 所以我只好说 一看他道德绑架我 实际上如果从好的一面来讲 你其实道德感还是有的 你认为你给不了他 给你的那些 但从不好的一面来讲 你不愿意承认自己 没有那么爱他 所以我觉得爱情或深或浅 或痛或快乐 都可以互相去交流 去感受 但重要的是 你得坦诚 你要告诉他你真实的感受 你也要告诉自己 我对他的爱有多浓 做不到那么爱 就别勉强自己 也别抱怨他 告诉他 我对你的爱就这么点 如果你能越来越优秀 能够吸引到我 能够让我为你的魅力折服 我可能会越来越爱你 但是对不起 今天的你的这个样子 我没有那么爱你 所以我觉得你们都坦诚地 要真诚地面对自己 男生不管是这次恋爱 还是下一次爱情 学会留白 女生不管是这次恋爱 还是下次爱情 告诉自己 要真诚面对内心 希望你们遇到更好的自己 也遇到更好的另一半 谢谢 所有追求结果的人 都得不到长足的快乐 你说他道德绑架 那我想请问你 为什么他绑架不了别人 只能绑架你 可能因为他还是在乎我的 也想要为我 我是说 为什么他不能绑架别人 这一套只对你有用 这就是严老师所说的虚伪 因为两个人都想站在 道德的高地 把对方说得体无完复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 真心换真心 如果你付出的真心 只是为了换取真心 那你的真心已经 不再是真心了 我们都希望我们所有的付出 能够得到应有的回馈 这是正确的 但至少在你付出的过程当中 你不是带有这种私心的 如果在付出的过程当中 你一直想着 我的付出是为了换取回报 那你的付出就会资诸必较 你的付出就没有那么彻底 就没有那么真诚 很多人这辈子总想拿第一名 但是当真正的拿到了第一之后 会发现不过如此 不是因为第一的那个分量不够重 而是当你真正拿到第一名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我怀念的是奋斗到第一的那个过程 那个投入 我刚才说 为什么你会被绑架 就是因为你没有像孩子一样 说出内心真正想说的 其实我没有那么爱你 请你也不要那么浓重地爱我 并且整天把它挂在嘴边 让我非常的不快乐 但一方面你又要说他道德绑架 又不肯承认自己 在这段感情当中也没有投入太多 那你就会被绑架 你说呢 自己清楚了 你才有可能真正地面对问题 否则的话两个人就纠缠不清 你明白吗 60秒是最好的时候 不妨把心里的话都道一道 好不好 就对 我是觉得你们就踏踏实实地 像陆琪老师说的那样吧 你们要觉得谈得愉快 接着谈 谈得不愉快 毕业你们就分手 也无所谓 没有谁对不住谁 因为你们在谈恋爱的期间 是真心为彼此付出了 这就没什么遗憾了 我觉得我之前说好方式什么的 可能有些错误 我向你道歉 但是我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就是 一直走下去 互相帮助对方改掉自己的毛病 你觉得如果你能改的话 我想着我也会考虑我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 我也想好好考虑一下 是不是我做的也有哪儿不对的地方 我也会认真考虑一下的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请开门 别找到你们爱的人